大家好 歡迎來到支吻樓事務所 我是卡薩彭偉珊 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三 整體上港股的走勢最近都轉弱了 幸好是一件事 內地那邊都一直肯出一些政策出來 令港股有些主題 在之前幾天說 市值管理的因素下 令到一些中概率的股份 甚至是中特股都可以升上來 令到市場未有一個大跌的情況 而且暫時站得到19,300這個水平上 主要還是看市場究竟在短期內 有沒有一些特別利好消息 可以再出現才會令市況有所改善 但是最重要我相信還是看回 就是美股在短期來說 整體的表現會是怎樣的 因爲我們也看回 美股近期來說 的確確是比較反覆和波動性大的 近期來說出的經濟數據 都是反映著美國那方面 未必再有一個很大的減息空間 尤其是現在來說 特朗普即將上場 大家都在擔心會通脹 調轉升溫的話 到時聯儲國可能有機會是假翻式的 令到市況的表現 都是比較反覆覆的 昨天來說美國出的經濟數據裏面 新屋動工的數值比市場預期低 亦都見到整體上週 零售銷售的增長是 同比是5.1% 比起之前的一個月好一點 正正亦都因爲這些數目 時好時壞 令到大家來說 對於未來減息 仍然都沒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憧憬 跟之前來說 就是預計一路減息減到明年年底 似乎那個情況就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以聯儲局近來放出來的風 都比較鷹排 市場開始都消化這個利膽因素 整體上大家都預期 十二月或者是明年一月 隨便一個月是會減息 只是減25點子 亦都因這個因素 令到整個美國的兩年期和十年期的息率 都是繼續在高位裏面回不了下來 加上之前來說 這個DXY就是美匯指數 一下子就衝到上107.06 但是當然了 你現在來說 就沒有一個正式加息的時間 或者是預期 大家來說 就不會說是不停地 預計美匯會衝頂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 幾隻是形成這個美匯指數的貨幣 他們在現在來說 預期會減息 但是那個減的幅度 都是大家之前一路預計的水平 所以暫時來說 就沒有一個太大的影響著的 那我們也看回來說 近這幾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之前突然之間 就是拜登的政府 就被批准烏克蘭那邊來說 可以利用美國製的導彈 去攻擊俄羅斯 昨天來說 他們終於發射了導彈 攻擊俄羅斯的地區 所以在昨天來說 突然之間那個市場 風險是升溫的 令到VS曾經一度衝上來 去到17.98 但是幸好暫時 就是沒有一些太大的衝突 只是俄羅斯那邊來說 就是很強硬 就說它是會隨時 就是啟動一些的程序 來去回應的 也都有表示 就說連核武都拿出來 所以如果看昨天來說 都曾經導致在一度跌過400點 不過最後就是叫做那個跌幅 一直都是收窄 令到整個的跌幅 跌勢沒有那麼大的 我們也都看到 就是一眾的科技類股份 晶片股都彈上來 令到昨天來說 整體美股方面 上升的股份有6440隻 跌的股份有521隻 而當中來說就是 科技類股份裡面的半導體股 仍然都是做得比較好 互聯網股 再加上一些軟體相關的應用股 都是帶著市場站穩 但是奈何呢 就是有部分的傳統股份 包括銀行股 保險股 都是出現回調 都令到市房 未能夠再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上升 如果看現在來說 市場對油價的看法 反而是更加適極看好 因為現在來說 大家就突然間又覺得 俄烏那方面的 戰士未有這麼快 是回落了 令到油價 衝上去69.3美元一桶的水平 也都看到這個油價升 大家都還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日後來講 是不是真的有個 可以很明顯減息的機會 至於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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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仍然仍然是暂时一个比较大的关口 至于人民币的走势 那弱势就没有持续了 短期来说 虽然你内地方面出的经济数据不是全部好 但是大家来说都看回 现在一直这样出更加多的招数 更加多的配合 令到内地方面的经济 有一个叫做趋稳的迹象 所以也是看到人民币的汇价 就是逐步逐步回稳 还有有7.26在这个水平 就大一点 我们留意到这段时间来说 内地的市场不好 港股也很难做好 所以近期的整体港股 经过6年跌 昨天是叫做企稳了 并且有一个上升 但是升幅始终不大 也受到内地方面是回落的市况 整体上只涨了87点 而且也看到升跌股份那方面 是多一些的 升的股份有188只 跌的股份有765只 但是始终来说 升的动力是不足的 当中来说 银行股就回调了 也看到一些网上的零售股 也都回套了 抵消了包括电讯类股份 保险类股份 石油类股份的向好 昨天收市的时间来说 指数就升了87点 成交就进一步 是缩减到1,219亿 而在收市的时间来说 竞加市段 就有14亿的资金流入去恒指 国子是有7.5亿 科子是5.2亿 但是几个的挫货比率来说 都是相对低的 恒指只有31% 国子是19.9% 科子是23.9% 而且我们看回 就是在开市那段时间 那个资金流入是厉害的 就是在收市的时间来说 还没有一个很明显 可以回复回向上 代表什么呢 就是短期投资者 可能炒过波幅 短线来说 我相信波幅是有的 但是现在来说 就不是像前一段时间那样 就是当指数跌到低位 或者持续跌下来的时候 很多的钱就在收市的时间 是进来 就买中线的上升 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其实你可以预计 就算市短线反弹上来 那个力度 都是相对弱的 因为很多时候都会说 中段的时间升了上高位 很多的投资者出来 是急于吃虎的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 回看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就是那些 开市的劲价时段的资金进来 是比较活跃一些 或者是踴跃一些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炒短线的 所以市况如果有200点的升幅 我们都要有点心理准备 就是说 随时可以是吃虎的话 就先吃虎了 而今小组来说 市场是低开四个点的 跌幅不算大 成交在开市的减价时段 20亿不够 就是要去一个比较 静的时间 而早段的时间 有资金进来的 恒指有7亿多 另外国市就有4.4亿 4.4亿是5亿的 都不是一些大的 就是流入的金额 而且也都看到 追货率 都是说是不足5成 所以现在来说 就是市场 真的开始又再满过 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经过9月10月的时间 就是大量的 就是叫做 政策推出 这样的事情 推上去之后 现在来说回调 大家又看不到一些新的方向 很可能在一个短线里面 继续会维持上落 那大家如果在现在的时间来说 可以做的事情 就应该不会太多了 那我们又看看 有没有什么股份 是相对比较多的 就这样进来 而今天开市为例 美团、网易 都有比较多的钱进来 3亿多 另外邮邮也有1.8亿的 腾讯有1.7亿 另外创货就7400万 那流走的阿里 联想 中学石化 葵城 还有可以自家 那我们今早来的恒指 就有40只股份 是6道资金流入 那就有总额是12.3亿 那平均每只是3100万 而流出的股份是38只 那总额是5亿 那平均每只1300万 那市况上 那个叫做动能 就是流入是多一点的 因为都有3100万对1300万 那所以今天来说 都应该有机会是维持到上升的 那但是升幅来说 就不会太大 那去到呢 就国字来说 20只股份6道资金流入 总额就是9亿1 那而平均每只就是4600万 那而流出的有27只 总额就是4.7亿 那平均每只17万 那也都跟恒指一样 那流入的动能是会比较好一些 那去到科子来说 14只股份6道资金流入 那总额就是8.8亿 那而每只平均是6300万 那而去到呢 就是流出的那一本 就有14只的也都是 那算了总额就是3.7亿 那而平均每只是2700万 那看法子的走势会今天好一些 那如果今天做部署的话 或者可能都是留意 科子那些的就是叫做 相关的那些重磅股 比如美团那样 应该会有机会是弹一些 那至于呢 就是传统的那些 譬如银行那些来说 可能短期走势 谷完一阵之后会先回调 那大家可以买这些股份 都会等多一点时间的 那如果看回呢 那在昨天来说呢 如果以5分钟图看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波幅是收窄了 那现在来说呢 整体的走势呢 未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那也都见到就是小仕图呢 它暂时都是叫做 站得稳在那个小仕图 在那个小仕图的保里加通道中族 那现在来说的中族呢 就是19,570点 那现在来说呢 市呢是升了63点 就在19,720点附近 那那逐步逐步啦 159,820点 仍然都是一个短期的阻力位 现在来说呢 就是看看想不想得回到19,820点 如果可以的 可能整体走势呢 会好一点点 而呢是以将那个目标呢 逐步向上上移的 那现在来说呢 19,820,820点 要看看能不能成功突破先啦 那否则的话呢 那我们又是继续是门局呢 19,320,820,820之间的水平的 那至于呢 就在这个星期呢 那当然大家都去看看 今天的LPR 就是那个人银行 出发呢 那个整体的贷款息率的参考利率的 那也都呢 就是这个星期来说呢 美国呢是会出一个PMI 那无论是说的 11月份的那个制造业PMI 和那个革命义PMI 都会在这个星期五呢 是公布的 所以这个星期来说 整体那个的经济数据不多 但是呢 都重要的 大家要留意啦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先的 那走之前记得给个like我们啦 还有呢 也都是欢迎大家 是share这段片的 那至于呢 大家来说 如果未按subscribe 都记得按subscribe啦 那之后来说呢 有新的消息 就会是通知大家的 那好了 那明天呢 那我就因为要出席一些seminar 那所以呢 明天的这个资金楼事务所 那就会暂停一天 那我们星期五再见的 拜拜